封星期四晚九點半 現代蠔俠轉 客家佬 閹雞 四海 啤梨 朱凱迪接死亡恐嚇 妻女有家歸不得 你的爸爸一定不會怕那些惡勢力 不怕還不怕 拿著8萬4千個選民授權 後任做代議士的票王朱凱迪 星期四突然在Facebook說 他一家人受到的人身安全威脅升級 決定中午去到灣仔警總報案 他說投票的前一天和當日 都收到消息指人想襲擊他的團隊 投票日照也有兩輛車由家跟到他去元朗 已經晚晚去不同地方睡 但近兩三天收到的暴力威脅 再急劇案化 其實當選之後已經透露過 因為這次參選 帶出官商香黑勾結的問題 得罪了不少人 更加被一個元朗的村長警告他收口 說會尋求專業保安公司的意見 同時希望警方仔細調查和提供保護 而已經去信示威 禮東國和警隊一哥等 要求認真看待這件事 好快來選舉後的現代學 專愛給你 四海 牛聖文 大家好 劉敬 牛聖文反應慢一點 沒有辦法 年紀大 快要拿著掌跡卡 明年 六十五歲 現在六十四歲 雖然說面熄了 光頭反光 但是反應的不禁慢一點 下一節再報名的時候就快一點 OK 看到我桌面面前 我就推出 應該推了一些 有很多東西要介紹 我們一會兒再介紹 今天第一節開播 我就已經是建制用朱凱迪這條片 我不想說太多 對朱凱迪的毅力我是佩服的 對香港人的智慧 我是質疑的 首先就是 大家如果知道 在目前現在這個環境裡面 如果以我一向那把尺 當然應該是代表我 或者我們兄弟的信念 就不能夠代表最大部分的香港人 那麼 即是罵就無謂了 罵得多到口臭 那麼朱凱迪究竟入到議會 他能夠做不做到抗衡這件事呢 我就是樂觀其成 至於他說受到死亡威脅 去報警 那就更加得到 就是最主力的民主第一大報 蘋果日報的大頭條 當然也值得是特發新聞的大頭條 因為還有朱凱迪 又是周詠勤 之前是林榮基、李波 還有很多 選舉那天 但他們直接被人搞 被黑社會去搞 我覺得現在好像真的無政府狀態 又或者如果無政府狀態 我們是否可以去搞 你試試去搞建制派 你能不能職場就打夠你 好 阿夏教授你講一下 朱凱迪這樣被人兇發 你信不信有這件事 信不信 其實不是現在發生的事 是 大家有沒有印象 早幾年六八九在屯門 接著呢 一大班 疑似黑社會那些混蛋 不是疑似的 什麼高老和 對 根本不是今天 也不是新鮮的事 現在不只是黑社會的問題 黑警是傷黑 令到香港是無法無天 真的 還有 牛青文 你猜這些情況 在英國佬管治的時代 會不會有出現 當然不會 英國佬怎麼會這樣 他還說這麼低狀 絕對不會 起碼沒有那麼猖狂 一定不會有這些事發生 我告訴你 很簡單 先不要管治法則 你所有社團有錢佬 在英國佬的時代 大乱如李嘉誠 一個地政署的主任仔 不要說敗官威 李嘉誠也要公公敬敬 現在人們可以出來吵架特首 為什麼 我告訴你 大家搞清楚一件事 可能大家一聽完之後 心裡覺得好乱不乱 因為英國佬是好乱高級 而我 譬如我生個女兒 或者如果我 還有一個英國佬在 他說要診我老婆 我就只能夠 搬貴封箱 因為英國佬是高等級 有些事情 當然 這是我很堅實的說法 但最重要的是 英國佬 很多時候 桌面都在桌面 桌面都在桌面 你哪有那麼猖狂 一單又一單 你有沒有還有一款錢 如果香港 既然信太平級 不繼續降低 繼續是屌你 就是繼續有外資來的 簡直是天無眼 四海你講一下 朱海地這件事 我覺得整件事 我覺得應該有兩個角度去看 是 就是說 一個正常人 不要理會是要不要議員 一個村長仔 現在懷疑是一個村長 在鄉新 協助調查 這樣的話 喂大哥 你是不是應該警察要高調 我告訴你 英國老時期 一樣做事 但這些一定是高調的 預先叫我們記者 一起坐警察 安排我們車 我現在去踏人了 就這樣踏村長出來 不戴紙袋 就這樣給我們拍的 當時英國人是這樣 喂 答完之後做不做到 告不告到呢 就在法庭上 是啊 但問題呢 他很多解釋 很多解釋 哎喲 當時我忘記帶了紙袋 不好意思 他就是 殺一警白 其他人真的不敢動 另外一件事我想說的 嗯 好像阿Berli說的 其實整個這樣的選舉過程 荒謬絕倫到極點 是 阿達在選舉日 他的檢查 給兩個金毛仔 那條片都在那裡 那種空法 阿Berli 是不是叫孔霞 簡直就是了 你老命 真的很簡單 同樣我們和阿Berli 走去建制派那裡 容可欣 他不選建制派 嘗試又同一個方法 這樣空去你 那些團隊 我和阿Berli現在還在蹲 還沒過48小時 你老命 一個問題就是 同樣的 其實你阻礙別人的選舉工程 已經是拉得了 是嗎 你這麼多事情發生 為什麼你們這些作家 我現在留意後面那個 退了選的司馬民 是 其他人 劉小禮 小禮老母 那些 大哥 這些人發聲 你為什麼不高調去支援 這個節目 有別於我其他主持的論證節目 這個節目大家開心點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後面那些左膠都是含家產 你知中的含家產 很認錯 只是一個劉小禮 你老母是 牛精文 你剛才發揮得很好的 我專門給你一個位置 只是劉小禮 她是一個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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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面受身的乾淨污民 人渣 當然她進入立法會也是香港人的選擇 而且她這麼想人渣 她這麼想契歐 她是應該進入立法會的 因為玩政治 我們從來都覺得 是需要這種人渣 但是為什麼她這麼人渣 我先問你 說一下 心理變態 四十歲 過了之後 得不到男人的滋潤 屌你了嗎 開始的心理 你也沒有火 你也沒有火 我所知 火是要自己來的 我所知 劉小禮之前有一個男朋友 都是大學教書 小時候比較小 懂得吃小鮮肉 都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她的男朋友 有些變態 不是變態 有些 是玩變態 不知怎樣 喜歡綁住她 不是那些 都是瘦瘦的 但是也分手 牛精文的意思 記住 一個女人 四十歲 身邊沒有一個男人去醫會 不要用性 有時候是感情上的寄託 沒得呵護 沒得呵護一下她 為什麼我這麼快 就批到劉小禮 人格卑下 我不代表難記 大家聽清楚 人格卑下 不代表議會做不到 雖然這個議會 在現實上的操作 都做不到什麼 人格卑下還做得多 是 是 那就是 但是人格卑下 你什麼都不用說 我要問問大家 我們的前成員 美國隊長 為什麼會懂得這麼多字 在選舉前的兩個月 當她幫了劉小禮做義工之後 懂得寄討 突然間倒閉 OK 屌你了 我們是怎樣對 不要經常說 我跟客家老說 牛精文小上來 我們由第一天認識美國隊長 跟他安排 叫他不要出來 搞社運 安排 給他做 屌你了 屌你了 放在野心家裏面 屌你了 可以這樣用人 學習障礙 可以這樣用人 屌你了 把他的戶口拿來 將美國隊長 原本沒有的光環 都拿過去用 只是這件事 拍爛手掌 你真是做不出 做不出 我真是做不出 你覺得周永勤、朱凱迪 林榮經理 這波 無政府狀態的香港 我要用689那句 依法自說 依法自說 OK 不說這些 放心 我們剛剛開球 當然會說選舉 很多意見表達了 但是 我又不是很想說狂屌 人們說這一集會好 因為 希望我們狂屌 我覺得 選舉完了 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們希望 不要屌到 我明白是很難忍的 但是你狂屌 你狂屌 是不能回頭 也是很麻煩的 今天那集 《啤梨晚寶書》 我沒有做 但是亨利的事情 我還沒聽 我還沒聽 只不過聽了一點 我就想進來 大家都覺得值得聽的 當然要找我們的台 做一下宣傳 今天是9月8日 9月10日 就是後日 就是我們台的中風秋節開港日 星期六 星期六 由下午12點到7點 下午12點到7點 大家都可以上來我們的台 參觀一下Studio 參觀一下我們平時怎麼做直播 甚至乎在我們的Backdrop 譬如現代學合主 拍照 也會有些同事回來 主持同事 幕後同事回來 大家可以去拍照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買東西 說買東西 我沒有錢買東西 我只有三碗東西 就是這麼窄的 也不要緊 三碗東西都黏著你 直接給入場費 進來 其實有很多手工啤酒 我們賣開的紅酒 威士忌 就像我們面前的竹殼一樣 竹殼 OK 我們不拿出來 因為只有一個盒 外面賣七塊水 我們賣四百八 賣很多 全港最便宜的 日本威士忌 大家可以上來 有很多產品是試喝試吃的 OK 當然 譬如說 之前我們買的花膠 海樂片 蟹肉罐頭 蟹肉罐頭我剛剛試過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以後 我們想吃蟹肉 就不用自己買一隻蟹 回來 又要趕著吃 肚子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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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喘了 只有兩隻蟹肉 很不錯 也不貴 晉升提到我 他介紹台灣的大甲手工乾拌麵 我還沒吃過 但是 昨天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 看片 譬如說 那天雄正正和梁耀忠議員上來 他們也試過大甲手指 只是大甲手指 你倆是月芝芭 好像這枝 蟹蟹蟹蟹蟹 我們也會在這裡買 但是我最想推介的 就是我最喜歡吃這個 四海都經常推介 就是台灣的白粥筍 綠粥筍 雖然是白色 但是它叫做綠粥筍 這隻綠粥筍 你倆沒有臭 在之前 我們就買65元一包 只有120元兩包 我們現在先說多少錢 它有很多食法 可以炒 可以做糧伴 做沙律 但是這樣吃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我喜歡清醒 有些人喜歡加什麼 沙律 奶黃醬 但是一定要入日本那隻 有些人喜歡加煉奶 就是很多種食法 我覺得這樣吃也好吃 那之前我們65元一包 120元兩包其實是值的 現在我跟大家說 是65元一包 再加一包 哇 嘩 升了 即是32.5元一包 之前82元就是60元一包 現在是32.5元一包 我作為床山專家這樣說 要買就趁手 因為這個綠粥筍 一過了中秋就沒有了 沒有了 是的 現在也是去完這一批貨 那就叫做大家開心 都不是這樣 當然是讚與虧 OK 另外那些豬肉鬆 那些全部我們都會有賣的 相當來也會有那些 我們可能會準備好 那些 就是我們的產品做出來的 湯等等 可以去什麼 好 接下來我想說一下這個 這個很棒 這個就是黑橋排的飛魚卵香腸 飛魚卵 昨天我賣的那一集廣告 就沒有有香腸 你只有一個盒 那我照買 反正你們都看不到 今天也有香腸 是很難看的 這隻香腸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台灣的香腸 差不多一隻都好吃 甜點 是的 你可以認為它甜點 但是我們吃台灣的香腸 很多時候不是送飯吃的 是送酒的 就是不跟我們說 在香港吃臘腸 不是 那是送酒 甚至乎是用大腸包小醬酒飯吃 是的 但是它這一隻飛魚卵 真的好吃 什麼叫飛魚卵呢 是真的有些卵在裡面的 飛魚就是這個七八月 在台東一帶 它那些食肥好像烏頭的卵 它的卵的特色是什麼呢 脆薄薄的 口感很有趣 我一樣是豬肉腸 但是裡面有些飛魚卵 有些人不吃芥末 它有些淡淡的芥末香味 好像我老婆那樣 一碰芥末就吐了 你倆的 但是我可以吃 或者吃那些燒肉 那些黃色芥末就吐了 吐到大作 但是 它對於這個飛魚卵的香腸 就是這個飛魚卵的香腸 的愛護 好像愛惜我的香腸一樣 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也不夠好吃 然後我介紹這個 一百零八元而已 我是很划算 你倆的 這麼划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七六 又好吃又衛生 沒有芥末味 但是這個也不算划算 其實樣樣都划算 但是最划算 我認為我自己最喜歡吃 大家上來 有商人說 那天會來買 林康正滿書 或者參加我們studio的時候 就一樣可以不買 一定要買綠竹筍 和我現在手上的一個 都是黑橋排 大家經常去台灣 都是專家 但是有時候 你買完回來 難道是雙瘡嗎 你當然要補貨 不是一個超市 一定會有的 今次我們買的就是這個 麥魚香腸 嘩這個麥魚香腸 很棒 沒有醜 是不說是開玩笑 你只要看 你的香腸 就像我們吃麥魚麵 我們吃麥魚麵 就是比麥魚 為甚麼呢 因為說明麥魚有麥 我們吃麥魚意粉 專門都做到黑的意粉 才會有那種鹹 有麥魚感覺 那些腸已經很厲害了 你看 裡面一樣是用豬肉 有麥魚汁 還有 也有一些意大利的香草 在裡面 吃出來不是口感 是味道 真的截然不同 我認為台灣人 說到吃腸 例如日本人最厲害就是吃魚生 香港人最厲害就是吃魚生 香港人最厲害就是吃魚生 台灣人真的 每樣東西都沒甚麼好 即是吃腸這家東西 是的而赤太太醜 他應該怎樣呢 他是猶合了中國各省 那些精華 他的口感匯造 他經過很多代的改良 即是等於我們現在 以前去吃台灣香腸的味 跟現在不同 現在是好吃 好多 我自己這樣說 喇 Joe Jones說 朱晶文多些離低俗 哪有這麼多配碼費給他 好 休息一會 我們回來講選他 中秋節當然要喝酒 吹水 吃東西 接下來的9月10日 是MIHK中秋節美食日 約定大家一起上來 那天除了可以參觀 我們MIHK錄演設施 還可以看到節目是怎樣直播之外 還有晉升和Giant Jeans Kitchen 為你炮製的精味小食 加上本地和進口的啤酒 紅酒 威士忌試飲 入場都只需要30元 嘩 這麼順利 快點上來我們MIHK網店 或者打來3955-8673 報名留位 9月10日中午12時見